立委大選投票日倒數十天 您也許不知道 從今天一直到1月16號 開票之前 是不能用LINE跟臉書 來傳遞民調數字 投票日當天 更不能用網路來拉票競選 因為這違反了選霸法 被檢舉屬實 可以開罰新台幣50萬到500萬元 LINE 小姐 這樣不對 根據選霸法的規定 在選前十天 如果在手機APP上散佈候選人 民調訊息恐怕觸罰 不知道 人民不是有言論自由 Facebook也不能討論 被抓到還是會被罰錢 不說你不知道 只說怕你鬥陶災 這選霸法可是明文規定 選前十天禁止發布民調資料 LINE不行 簡訊免談 臉書小心被檢舉 相關報導或連結都有規定 更別討論看好某某某 誰誰誰又容易當選 朋友之間敗票 又或者討論支持度幾乘幾 任何跟民調有關 若遭到檢舉 最高罰500萬 公開的方式去向大眾 去影響這個選情 做這個導致這個選舉 有這個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他希望可以獲得一個正確的結果 切記再切記 不可犯千萬不可犯 尤其在投票日當天 各別透過LINE的軟體 拉票或亂貼相關連結 前棒者選手張志佳 在上一次大選 就在投票日凌晨 連書發文挺候選人 早開罰50萬 LINE很方便 但可別隨便 醋皮頭背後胸通低 可別到時被罰 要靠沒辦法 既有誠實戀 吳玉祥 特別報導